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你先到這個,就是手機齁 因為不用的手機其實現在應該蠻多的啦 我可以詢問一下大家,請問你們不用的手機,你會拿去做什麼用的? 哪有,很多都是拿給小朋友玩啦 結果小朋友說,我才不要,我要買新的 小朋友用的都比你好,對吧 你找這個IP攝像頭,其實有好幾個啦 那我發現是,我現在有用的是這兩個,這一個跟這一個 但是以這個來講就是,就是我現在現場用的是這一個 最簡單,最簡單 那右手邊這個其實也很簡單啦,也使用上也蠻簡單的 只是它的IP位置有時候,你看到的跟真實的那個位置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就用這一個,反正這個都是免費的 那我這個OK的時候呢,我點進來,你就可以把它裝起來 那裝起來之後呢,我們把我們手機的 就是那個,就是那個五線的那個AP打開 五線AP打開 那麼你可以看到,它的預設的網址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192.168.43.1 也就是說,我現在這個連線是什麼 我跟我的手機,就是電腦跟手機之間直接做連線 中間沒有人連進哪裏 那麼,這樣你的環境應該是最單純的 就不用再透過學校的系統 因為學校有些地方可能也會有神教嘛 所以,這樣應該是最容易 但是後面要注意一下,因為它的PO號 後面有個罵號8080,有沒有 這是它的PO號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個是它的特殊貨號 平常我們都沒有特別大 因為我們預設是80 預設是80,它還算是一個特殊服務嘛 所以你就加上這個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去選擇 你要的那個,就是視訊 從哪邊用哪一個開始 那當然它也可以做錄影 也可以做錄影 所以一般大部分來說,我會搭配這樣子 那麼,如果您是要在電腦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桌上擠的使用的話 最好就是,你要再多買一個 那叫什麼,就是那個無線畫卡 無線畫卡 現在都那麼小一個而已 那麼小一個 可是,盡可能就是 因為我有試過,為什麼我會用那個 我那個,這個 桌上擠的那個,我是用這個 這樣剛好可以幫助食物投影機 這個是小米的Wi-Fi 我不是小米的愛護 只是,小米這個 有一個好處是因為 它安裝驅動程式之後 不用重新開機就可以用了 因為我本來買另外一個華碩的 可是呢,我必須安裝完重新開機才能用 但是如果您是用教室的電腦 重新開機不就完結了嗎 對不對 那你不是做白工嗎 對啊,所以我後來 就是這個是我跟那個郭小老師 他後來送的,他有多買 對啊,就是變成像這樣 那他那個就是這樣小小一個 你看我們現場這樣 有沒有發現其實這個 錄影的效果還不錯嘛 對不對,就是那個 他就小小一個而已啊 所以你攜帶上也不會太困難 那你只要搭配我們像那個攝管 或者是您要搭配這個腳架這樣也可以 也是OK啊 對不對 好,那最主要是說 因為它現在是無線的 所以我們要走到後面 教室後面 看到同學 那同學有看到攝影機台 也會一直這樣 出感奇蹟嘛 不好意思,練跳啊 哈哈哈哈 好,各位同學來講 上電視了耶 可是這樣最早不太好 他總是會稍微起來一下 好,就是 我們在教學現場 你可以說一般的 電腦教師說 我們有廣播系統 欸,用這個我覺得 還蠻不錯的一個方法 也可以給他做一個開場這樣 好,這個投資成本不高 千元有找 而是五百塊有找 因為那個小米這個是九十九塊嘛 然後那個折管是一百多塊嘛 一百...我買一大九啊 那這之前價格一百多 剩價沒有 因為剩價就是你的手機 拿來背後利用 你看五百塊有找 各位老師有沒有 很OK 對不對 可以拿齁 這樣這一段這樣有沒有領 無線網卡有沒有 無線網卡有沒有 一般來講它有驅動程式 那小米這個是因為它的驅動程式可以抽出來 所謂的抽出來就是說 網路上有一篇文章啦 因為如果你是用安裝的 就是裝比較多東西嘛 所以我就只是把它驅動程式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我在這邊 我把這個 裝進來之後 在我們電腦裡面 你可以看到 它會抓到一個裝置管理員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是直接裝的 大概就不用做這些事情嘛 最大的好處是這樣子 那你看我在這邊 有一個網路卡 有沒有這個跑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按一下 你去變更驅動程式 找到你驅動程式放在哪裡 裝起來之後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 所以你剛剛 我剛剛有一件 你們在動作的時候 我在這邊在操作 在做什麼 就是我去把它的無線網卡 把它弄起來 你看我這邊 我們在網路這裡 呃 有一個 下來 好 網路跟共用中心 有沒有 這裡 那因為我是用所謂的PC 比較需要做一些設定 如果你是用中覆盒 根本就不用 因為內建就有了吧 你幹嘛還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是PC的 你必須要先來管理無線網路這邊 你必須要把它能跟什麼 網路界面卡 就是無線要先啟用一下 你這樣了解嗎 啟用一下 啟用一下 那因為我小米 變成一個無線CD台 所以我就可以透過下面這邊 我去做連線 有沒有 你看它是哪一台 你就跟它做連線 連線好了 那我們剛剛這個網址打進去就寫出來 就確定OK啦 當然那APP要啟用啊 APP的那個 這個是我們目前這個APP預設的 不用特別改 所以除非說你比如說我連到的網路 比如說無線網路我是連到學校 那就要看學校哪種配給它 哪一個IP 那如果以我們現在來講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無線IP 它就是固定這一個 就是固定的 反正現場沒有跟它一樣 除非有有人 現場使用這個 不過我想教室應該沒有人會跟你講 隔壁教室 隔壁教室 那就隔壁教室 應該它沒有那麼 應該它的功率沒有那麼好 就是 在我們一般的 大概像這樣 大概幾十公尺 十幾二十公尺 應該都還好 而且最主要是說 這樣訊號是算最好 沒有什麼設備的 情況下 其實delay的情況 就會比較 不會那麼嚴重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 給老師你可以做個參考 如果你在使用上 還有一些問題 我再把那些 它的手機畫面 我再抓一下 給你看一下 就輕易 OK 好